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拜登总统今天宣布 伊斯兰国的最高领导人哈希米在美国对叙利亚发动的突袭行动中被从战场中消灭 据报道 拜登在声明中表示 昨晚在我们的指示下 美军在叙利亚西北部成功发动了一场反恐行动 以保护美国民众与我们的盟友 也让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他表示 感谢美军的技巧与勇气 我们已经成功把伊斯兰国的最高领导人哈希米从战场中铲除 美军高层官员透露 美军特殊部队在叙利亚西北部发动夜间空降突袭 哈希米自爆身亡 哈希米引爆炸弹的同时杀死了他的家人 当中有妇女和儿童 叙利亚救难人员表示 这场行动造成至少13人丧生 包括6名儿童与4名妇女 美军在这次行动中没有人员伤亡 联邦调查局已就近日 实际所主要招收非洲裔学生的高校 受到炸弹威胁事件锁定了5位嫌疑人 据报道 自1月初以来 全美多个传统非裔大学 遭到了超过20多起炸弹威胁 这些学校分布在马里兰州 乔治亚州 佛罗里达州 路易斯安那州 密西西比州 特拉华州 肯塔基州及首都华盛顿 联邦调查局表示 在警方搜索校园后没有发现任何炸弹 他们还表示 犯罪嫌疑人的主要动机是种族歧视 传统非裔大学是指美国1964年民权法班部以前 为非洲裔学生而建立的学院和大学 而在民权法班部以前 美国实行种族隔离制度 绝大多数高校几乎只招收百人学生 CNN总裁杰夫扎克昨天宣布辞职 原因是没有及时披露 与女高管艾利森·戈勒斯特的恋情 据纽约邮报报道 前总统川普昨天庆祝扎克辞职 还骂他是世界级卑鄙小人 报道说 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 扎克领导面临收视率和真实新闻挑战的CNN 他由于多种原因辞职 但主要是因为CNN在观众中迷失了方向 川普在声明中还说 现在是把假新闻放在次要位置的机会 因为没有什么比就认我们国家可怕的媒体更重要的了 CNN的情况是这样 全世界都是如此 杰夫扎克走了 祝贺所有人 据CNN早些时候报道 扎克昨天在一份备忘录中说 与最亲密的共识20多年的同事的恋爱关系 是近年来逐步发展起来的 开始时我被要求披露 但我没有 我错了 因此我今天辞职 日前 在曼哈顿哈林区 中枪殉职的第二位警员莫拉 二日上午在盛派翠克大教堂出兵 上万名警员组成的送行队伍 挤满第五大道 场面背集埃容 27岁的莫拉在捐献器官后离世 留下了双亲 三个兄弟姐妹和女友 她的哥哥威尔逊表示 人们将会记住莫拉 服务于民的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